打开以后他的手业不再是满屏的这样一分类搜索 而是像Google或者像白色这样的非常简单的一个页面 那你做雅虎中国的这样一个变脸 是不是事前跟雅虎球长杨志远会有一个沟通 没有 杨志远是在那个我们变脸以后 国内不是广媒体像这个道琼斯和路透社发了一些稿子 他们看了也很吃惊 怎么中国变成这个样子 杨志远是在美国他在道琼斯的稿子上用雅虎变脸了 然后他自己到网站上一看 就像这个样子那时候变得不错 他就写了说一没有过来 因为我很简单 今天雅虎如果把它关了我都可以 别说我变脸还要问问杨志远 跟他已经没关系了 这个雅虎中国今天是100%我们拥有 我明天雅虎中国先把它变成游戏也是我的权利 跟他们没关系了 你注意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是基督在案子 真的每天每天就在爱抓抓做游戏的 最早是在财富人生现场发布的 但是我不会让他做游戏 因为我对游戏没有兴趣 我不投游戏的 但是我就要治理这家公司 要把这家公司做好 就等于你把这个病人 如果把他做的病人 抬在这个手术台上面 今天我就是手术台上的治疗医生 我是总治医生 我的投资者和任何人都是我的护士 我说刀你给我刀 我要插你给我插 我要剪刀你给我剪刀 我不能说我刀 他给我把剪刀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自己在做手术的过程中 我明白我要什么 我需要知识的知识 需要干嘛的干嘛 所以不能说因为我只做了三年 那个护士做了二十年 他眼睛一睁我给慌掉了 我是医生 他还得听我 所以做任何决策 除非涉及到我要卖公司了 我会跟我的董事 杨志远是其中的一个董事 但是会讨论 一般所有的决定 我们爱怎么办怎么办 我今天可以搞他搞得很瘦 我明天可以搞得他很胖 可是 雅虎中国他也叫雅虎 我当然 杨志远是雅虎的创始人 对 他为什么相信你 会说看中你 他会把雅虎中国交给你 所以可能你最好问他 但是我觉得 不要告诉我外交辞令 那我没有告诉我外交辞令 那你是用什么来说服他的 我不说他要说服我 因为事实上这件事是他说服我 当时放在超过十一美金 放在桌子上的人 绝不止杨志远一个 他杨志远也知道 他要说服我 你问他下次我到中国 他花了不少时间来说服我 接受牙伙 而不是接受另外人 那这些东西 我只能十年以后才告诉世界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那事实上 就等于 我觉得我们还是蛮小的 为什么今天不能套路呢 要等到十年以后 要伤害很多人 因为我选择了你 没选择他 没选择了他 这中间就会有很多 今天咱们讲任何话 那你为什么选择了杨志远 照顾我们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他是华人 他是中国人 他对中国的情节不一样 我们有共同的对中国的 华人的情节 第二 我觉得杨志远 他们在中国七年内 犯了错误和得到了 所有的经验 宝贵的经验 就是这些错误 就像我们 阿里巴巴有这么六年多的 主要是我们对六年内 中国互联网 我们犯了六年的错误 我们明白什么错误 不能再犯 他们也知道 如果你选择了另外一些人 没有犯过错误 或认为自己老是天下敌 我想打贼打贼的话 你是另外合作 所以找合作活动 一定要找犯过错误的人 第三 我觉得 家伙的技术非常之强 只不过就是 在市场运作化能力上 觉得差了一点 那这是我们的抢项 我需要的是技术 这十一美金 今天十一美金 很多人认为很大 三五年以后 人家十一美金 对阿里巴巴来讲的是什么 事后杨志远跟媒体说 这是马云变的价 没有想价的余地 所以说它厉害 我们对于阿里巴巴的公司 是42.51美元 它是目前中国最值钱的互联网旗 杨志远是一位极不传奇色彩的美极花员 1995年 他与同学创立雅虎 如今雅虎已是全球第一门网站 市值高达500亿 然而事业时 Ebay和Google相近后来之上 业练人士评价 雅虎与阿里巴巴的世纪定狗 改变的将不仅是中国互联网 而是雅虎 Google Ebay 三大巨头的竞争格局 Ebay 花了几千万买下意去 就像一个国际巨头 他买下了一家饭店 在一个非常好的市口 正准备 因为我占据的推着地利 我店堂又装房得非常漂亮 我正准备大战特战的时候 突然一个小人物拍马沙堂 就在他的对面开了一家小店 来来来 上我们家吃饭 我这家店不收钱 我不喜欢你的时候 我甚至才能听你喘气了 一般我发体力的时候 特别再谢谢张伟平先生 没有他就没有机会 那我们张大导演是拿片头呢 还是拿分头呢 这个绝对是商业秘密 绝对是商业秘密 但是既然是一个风险投资 那么首先投资人 在导演 其实就是一个矛盾的合作者